我在小的时候呢 是一个专业的学舞蹈的孩子 上完了舞蹈学校以后呢 我就开始忽然长高 所以那个时候老师就找我妈妈谈话说 哎呀 你这个孩子吧 嗯 别你了 可能 可能 长大了 长大了 不是特别适合当舞蹈演员 我就离开了舞蹈行业 然后有一个特别机缘巧合的 我就上了春节联欢晚会 还有一个时装表演队 我自己都快认不出 自己就在那个台上蹦我背着个手套 没错 观众朋友们 现在您欣赏到的是由大多数 从来没有上过舞台的中学生表演的 中学生有自己的双手 美化自己的生活 而且你知道当时我们表演队的还一个人 他如今也主持过春节联欢晚会 如讯 啊 一看 你觉不觉得就很奇妙 就当时 很奇妙了 对 我们都是曾经站在这张台的那个 就像那个演播厅外 看着别的主持人和演员 特别羡慕就看着 不看不知道 世界 真奇妙 毕业以后呢 我就想我要跟去剧组 我们剧组有一个摄像 他们在去采访 当时那个戏叫 新白娘子传奇 新白娘子传奇 我去探班的 去了之后呢 他们说 哎 我们这节目这么采访也没什么意思 你来了 就塞个位话筒 去帮我们采访两句 你看没有 我就冲上去 我第一次采访的对象是 赵海志和叶童 成功靠什么 成功靠什么 靠溜的 反一他看上我了 是不是 靠溜的 你这么说 我都是溜的出来的 你就走就被发现了 然后我就当了主持人了 机缘巧合 期间我们这个著名的 欧阳长林台长 还在这个老曹的生命当中 扮演过一个重要的角色 我在夜市正在吃大排档 他在那边溜的 我就说 是不是溜的吗 靠溜的成功的 那个不错 那个小孩 说你们好好培养他 我觉得这个孩子 未来是有前途的 这个缘分就这么结下来 欧台呀 你看 路过的时候 眼角一扫 我也是欧台扫出来的 也是扫出来的 也靠溜的出来 当时我是现场导演 对 上来的时候 要跟大家说话 先热场 热场 每次他都到现场看 这小孩这么认真啊 海里的内部晚会 先让他试试吧 就上了 就上了 你看 看你好多节目主持人 刘澳 以前是湖南卫视 锅炉班的班长 锅炉 色难嘞 信定啥嘞 什么意思 老跟锅炉聊天啊 还是怎么就聊出来了 欧台就溜的呀 然后看他跟同事聊天 觉得特别可乐 有意思 说明欧台特别善于 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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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善于发现身边的 这种神光点 新的 小人物